- 東京小泽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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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包博 - 水文 - 在東京旅遊吃飽飯後不想回飯店嗎? - 東京小泽橋帶大家去吃飽飯後也可以夜遊的東京旅遊路線 - 我們今天行程從上野開始 - 然後經過Skytree - 最後帶大家去看看晚上的淺草寺 - 上野這邊的店都營業到比較晚 - 尤其是阿美恆丁裡面有很多密集的藥妝店 - 大家可以去晚上挖寶一下 - 上野由於是購物的知名觀光景點 - 所以多數的餐廳或店家會營業到比較晚 - 甚至到深夜 - 但也並不是所有的店家都會這麼晚關門 - 比方說百貨公司大概到八點半 - 多青烏火惡木果子到八點 - 今天晚上的行程還蠻豐富的 - 我們在上野小逛45分鐘就離開吧 - 從上野可以搭乘銀座線轉東武Skytree線 - 大約20分鐘左右可以直接到晴空塔 - 晴空塔於2012年2月29日完工 - 同年5月22日正式啟用 - 其高度為634公尺 - 為全世界最高的塔式建築 - 建造的主要的目的是作為無線電發射塔 - 但如同東映鐵塔一樣 - 晴空塔也有展望台以及商場等等供民眾使用 - 觀景台能一夜時間到10點 - 最終入場是9點 - 到350公尺展望台的門票是2100元的日幣 - 晴空塔觀景台的特色是 - 三百六十度的大片玻璃不會因你角度的調整 - 而反射出展望台的照明 - 可以舒適地欣賞夜景 - 給大家一個小小冷知識 - 晴空塔的觀景台被選為日本夜景遺產之一 - 這邊距離高隆0.4區比較有距離 - 所以跟其他展望台看的風景比較不一樣 - 那我們在這裡停留半個小時左右 - 從晴空塔搭乘東武Skytree線 - 大概五分鐘可以到淺草 - 首先我們直接先到車站旁的淺草文化觀光中心 - 登上八樓的觀景台 - 這個觀景台是免費入場 - 然後晚上10點關門 - 一上來就可以看到獨享的淺草寺的夜景 - 從淺草寺的夜景這邊走過來 -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邊美麗的晴空塔 - 離開觀景台之後 - 我們直接往雷門的方向直直走吧 - 雖然淺草寺的參拜時間到下午五點左右 - 然後重劍失聰的店 - 在傍晚左右也慢慢的結束一天的營業 - 但是晚上淺草寺比較沒有人 - 而且打光起來真的很漂亮 - 我們2018年下雪天的夜晚來到淺草寺拍攝 - 重劍寺 本堂 還有五重塔 - 在下雪的時候真的超美的 - 離開淺草寺 - 我們可以在淺草的巷子走走 - 享受一下夏亭的風味 - 如果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- 可以到Hopiton喝杯小酒吃點宵夜 - 很多店家都營業到晚上11點到12點左右 - 但要注意時間 - 不要忘記搭車回饭你喔 - 以上就是這次的 - 從上野玩到淺草的晚餐後東京夜遊啦 - 我是維恩 - 我是寶寶 - 大家下次見 - 掰掰 - 別忘記了 - flagship影片 - 觀測 - 觀測 - obsolete